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 国语周末晚间新闻节目 今天是2011年6月25号 星期六 农历5月24 我是何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先来看家国方面 保守党政府的邮政工人复工法案 在国会经过两天两夜的马拉松式辩论 仍然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 立即这场辩论至少要持续到下周一 今早新民主党国会议员仍然就复工法案进行激励发言 两大政党显然都不肯退让 坚持让辩论进行下去 但是负责现场采访的CTV记者指出 如果保守党能够接受在薪资条款上稍作修改 问题就很快可以解决 这场辩论从周四上午开始 周五晚上自由党议员加入了保守党的阵营 否决了新民主党提出的将复工法案 推迟六个月执行的动议 劳工部长雷蒂周五在辩论间隙 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 保守党会在这场辩论中坚持到底 直到法案获得通过 他也表示政府的目的是要恢复邮政服务 新民主党议员指出 复工法案中的条款对工人们不公平 特别是薪资涨幅 甚至还低于邮政公司提出的最新建议 由于加拿大邮政公司 与邮政工人工会的劳资谈判 无法达成协议 工会于本月初展开轮流罢工 6月14号 邮政公司宣布全面停工 迫使48000名邮政工人无法工作 全国的邮政服务也被迫中断 专家指出 由于工作难找 许多的青年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 接受了一些没有酬劳的实习工作 这些工作的雇主承诺可以提供工作经验 但实际上却极少能够帮助他们找到正式的工作 由于经济环境不景气 许多公司为了收紧开支 利用没有薪酬的实习职位 来代替正式的初级职位 但是劳工律师指出 目前绝大部分实习职位都是不合法的 因为这些实习生实际上是在做受薪雇员们所做的工作 他们应该获得最低薪酬以及就业标准法下的其他保障 提供这些无薪实习职位的公司则表示 这是职场文化转变的一部分 可以帮到一些急切希望得到工作的人士 一些接受采访的毕业生表示 无薪实习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许多雇主承诺完成实习后会提供正式的工作 但是并没有兑现 制定和执行最低时薪等就业标准是省政府的职责 但是加拿大各省目前都没有直接针对实习工作的法规 只有一些零星的条例声明 雇主不需要向培训生或是义工支付最低工资 对此 安省劳工厅已经表示 省府会在审议有关法律时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 大统华连锁超市日前证实 其官方网站的电脑系统遭到了黑客的入侵 全国5.8万注册会员的个人资料有可能外泄 据细 外泄的资料包括会员用户名称 密码 姓名 年龄 性别 邮件地址 住址 邮编 电话或手机号码 传真号码等 大统华表示 黑客先后于6月6号 7号 11号 14到17号入侵网站 大统华昨天发表声明向消费者道歉 称在修复过程当中关闭网站以减少对消费者的影响 继续加国方面的消息 联邦移民部长肯尼日前宣布 为了进一步减少积压个案 缩短移民申请轮后的时间 以及满足本国劳工市场的需求 移民部将从今年7月1号开始 调整接收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申请限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报道 对于没有在本国找到雇主的申请人 技术移民新申请名额上限为每年1万个 而现存的29个优先行业 则各设500个新申请数目上限 除了技术移民受限制之外 投资移民一年申请数量为700 而企业移民更是暂停 对于企业移民申请暂停的原因 移民部解释说 该类申请轮后时间已达8年 如果再接受新的申请已不限时 因此只好暂时关闭 但并不排除将来会重开 据悉目前在北京办事处 大约积压了1800个技术移民申请个案 香港办事处则有一万一千个 这些旧的积压仍会被审理 联邦移民部将于今年7月1号开始 在其官方网站看出受影响项目的 申请要求及程序等详情 经过几个星期的宣传造势 本届国际印度电影节的正头戏颁奖典礼 将于今晚在多伦多隆重举行 这是国际印度电影节首次在北美地区举行 近几周来本地已经举办了多项活动 汇聚了众多宝莱坞的巨星 以宣传这个被誉为保莱坞的奥斯卡奖项 国际印度电影学院奖是印度最盛大的媒体活动 也是吸引全球最多电视观众的一个活动之一 不少本国的媒体和网站也对活动做了大量的报道 预计本次电影节 吸引来自印度和全球各地的200多位制片商和电影明星 加国节目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加国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我们在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南部的卢格尔省 今天发生了一组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35人死亡 遭到袭击的是一座医院 伤亡人员都是病人 病人家属探访者和医院的员工 报道说自杀式袭击者 是驾驶一辆载有炸药的SUV袭击的医院 卢格尔省位于阿富汗东南部 距首都喀布尔大约60公里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宣称对该袭击事件负责 热带风暴米雷造成菲律宾多座城市 连降大雨灾情频传 菲律宾官方今天发布灾情称 连日的大雨已经造成近33万人受灾 15人失踪 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 今天发布灾情通报称 受热带风暴米雷影响 首都大马尼拉 中旅宋 卡拉巴松 比科尔等四个大区 14座城市以及27个城镇的 220个村庄降雨成灾 造成近33万人受灾 另有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15人失踪 菲律宾气象局消息称 热带风暴米雷将于今天晚些时候 离开菲律宾全境 届时当地的天气状况有望改善 美国纽约州参议院昨晚正式投票 通过有关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法案 这也将让这一同性恋运动的发祥地 成为全美最大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州 而纽约州也是美国第六个 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法案的州 纽约州参议院昨晚就同性婚姻法案 投票的结果是 33票赞成 29票反对 其中大部分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 由于州长谷默在早些时候 已经表态支持这一法案 预计他将很快就会签署此项法案 纽约时报报道说 这项法案将会在一个月以后正式生效 这意味着纽约州的同性恋配偶 将能在盛夏来临之前 开始在这里结婚 其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包括康涅狄格州 新汉布什尔州 马赛诸塞州 爱荷华州 普蒙特州 以及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 我们再来关注叙利亚的局势 礼拜内安全官员今天证实 在过去两天之内 多达1000名叙利亚人 跨越边境 进入黎巴嫩北部 临近边界的瓦迪哈瓦德镇 其中至少有6人附有枪伤 据报道 叙利亚安全部队 昨天曾向举行反政府示威的抗议者开枪 一个叙利亚人权组织 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的报告显示 至少20人身亡 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大部分的死亡事件 据报发生在首都大马士革 及其周边地带 叙利亚政府军曾与武装分子 在该国西北部地区 爆发武装冲突 导致12000多名难民逃亡土耳其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新闻内容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还有来自中港台方面的新闻消息 中文 里达布达佩斯对匈牙利进行正式访问 强热带风暴 米雷进入中国东海 中国国家防总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比电台报纸更快 比八卦杂志更精彩 九五时差为观众送上当日娱乐新闻 全程最快 多伦多唯一娱乐新闻节目 八镜娱乐 WOW TV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 网上即时点播或用手机收看 都一样可以八镜娱乐 看 Mr.Fantastic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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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为环保出分力来试达堡马自达 旧车换新车吧 想要为环保出分力来试达堡马自达旧车换新车吧 想了解多些东方艺术的起源发展 想知道这些艺术对历史和社会的贡献 中心烤目标凯仿移民起源地下午一时半 容易瞭解到中國的秀美山川 和風土人情 旅遊指南 封星期一三五下午1點半 帶您一起去度假